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发姑娘和三只熊 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早期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三只熊的故事 在1837年 是有一位名叫罗伯特索西的诗人写的 今天 作为英国湖畔诗人当中的议员 罗伯特索西 和科特律志 以及华兹华斯一样 广为人知 在索西写下的这些故事当中 女主角本来是一位老太太 而不是小姑娘 当然她的名字就叫金发姑娘 是识别度最高的童话人物之一 关于这个故事的源流 可以在经典童话故事当中 找到很好的解释 今天 认真地听我讲这个吧 从前啊 有一个叫金发姑娘的小女孩 她是个非常不错的小女孩 除了有时候呢 会忘记做妈妈让她做的事情 她确实会忘记 不过幸好 她忘记做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小事 比如说 忘记系鞋带 或者是吃过面包和果酱之后 忘记擦嘴 所以呢 这也不是太要紧了 不过有时候啊 金发姑娘会忘记 别去做那些妈妈不让她做的事 而这呢 可能会引出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就像在这个故事发生的那天 她遇到的麻烦 一切都是从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开始的 当时啊 金发姑娘正问妈妈 能不能去外面的草地上摘一些花 她的妈妈说了 你可以去 但一定不要进到树林里 我听说 熊一家子就住在那里 好的妈妈 金发姑娘说完 领起花篮走出了家门 可是不久呢 她看到了一只蝴蝶 就开始追着蝴蝶跑 就这样 蝴蝶把她引到了树林的边缘 这时候啊 就在这时候 金发姑娘看到了一只漂亮的 黄色的鸟 因为想看更多漂亮的鸟儿 她忘记了不该去做那些 妈妈不让她做的事情 她就沿着小路 走进树林 去寻找漂亮的鸟儿 不久呢 金发姑娘来到了树林里 一座奇特的小屋前 她想 哇 这座房子可真漂亮 于是她马上透过厨房门 往里看 与此同时呢 住在这里的熊一家子 正好从前门走出去散步 好让放在厨房桌子上的 几碗早餐卖片 凉一凉 金发姑娘就喊了 喂 家里有人吗 当然 家里不会有人的 本来金发姑娘 应该转身回到草地上去 可是呢 这个房子看起来 那么漂亮和奇特 尽管妈妈告诉过她 没有邀请 是不能擅自进入别人家的 可她还是忘了妈妈的话 尽自地走了进去 一进门呢 她就看见 厨房桌子上的 燕麦粥 真的真的 这粥闻起来可真香啊 恐怕这时候 金发姑娘已经忘记了 妈妈告诉过她 不要随便碰别人的食物 她决定 无论如何 都要尝一尝 于是 她就真的尝了 她先尝了一口 熊爸爸的 大号的 巨型碗里的粥 哦 天哪 不 这粥太烫了 接着呢 她尝了一口 熊妈妈的 中号碗里的粥 可是呢 这粥又太凉了 然后 她尝了一口 小熊宝宝 小小的 小碗里的粥 她发现呢 粥不太热 也不太凉 正合适 啊 可真香啊 不知不觉 她就把碗里的粥 一扫而光了 然后呢 金发姑娘就走进客厅 在那里 她看到了三把椅子 金发姑娘认为 那是她见过的 最奇特的椅子了 在她看来 他们简直太奇特了 尽管妈妈告诉过她 不禁允许 是不要动别人的东西 她还是忘了 不要这么做 她就爬上去 坐在大号巨型的 熊爸爸的椅子上 可是 才过了一小会儿 她就发现 这把大号巨型的椅子 太硬了 于是她爬下来 坐在熊妈妈的 中号的椅子上 可是她觉得 这把椅子太软了 接下来 她坐在小熊宝宝 小小的小椅子上 她发觉 这把椅子不太硬 也不太软 正合适 可是当她 把身体往后靠 想让自己 感觉更舒服的时候 椅子却 砰 一下 把她摔在了地上 好吧好吧 你也许会想 像这样被摔在地上 应该能阻止 她的好奇心了吧 可是没有 遗憾的是并没有 就在这时候呢 金发姑娘 看到了一个 奇特的小楼梯 她很好奇啊 就走了上去 在楼梯顶上 她发现了一个 更加奇特 和漂亮的房间 虽然妈妈经常告诉她 不要去打探别人的私事 不过 她早就忘记了 她走了进去 看到三张 奇特的床 她立刻爬到 大号 巨型的熊爸爸的床上 可是她觉得 和熊爸爸那把 大号椅子一样 这张床太硬了 于是她试了试 熊妈妈的中号床 可是她觉得呢 和熊妈妈的那把 中号椅子一样 这张床又太软了 最后 她试了小熊宝宝 小小的小床 是的 她觉得这张床 不太硬也不太软 正合适 这张小床 躺上去让人感觉 有说不出的舒服 不知不觉啊 金发姑娘 就睡着了 这时候 就在这时候 熊一家子散步回来了 高大魁梧的熊爸爸 走到厨房的桌子边 用他巨大洪亮的声音说 有人吃过我的粥 然后 熊妈妈看着他的碗 用他中等大小的声音说 诶 有人也吃过我的粥 接着 熊宝宝看着他的碗 用他小小的小声音说 诶 有人吃过我的粥 还把粥全吃光了 然后 他们走进客厅 有人坐过我的椅子 熊爸爸用他巨大洪亮的声音说 熊妈妈用他中等大小的声音说 有人也坐过我的椅子 熊宝宝用他小小的小声音说 有人坐过我的椅子 还把他做坏了 带着疑惑 带着疑惑 三只熊走上了楼梯 熊爸爸看着他的床 用他巨大洪亮的声音说 有人睡过我的床 熊妈妈用他中等大小的声音说 有人也睡过我的床 熊宝宝叫道 有人睡过我的床 他就在这里 这时就在这时 金发姑娘醒了 他抬头一看 发现三只熊正望着他 然后他飞快地想起来 妈妈告诉过他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所以他就没有说话 他确实没有说话 他跑下楼梯 穿过厨房 跑到了门外 他跑啊跑啊 一路跑回了家 我听说 金发姑娘那天 在树林里的吓人经历 神奇地提升了 他的小小的记忆力 虽然他有时候 仍然会忘记做一些小事情 比如说 忘记系鞋带 或者是 吃过面包和果酱之后 忘记擦嘴 可是他 永远不会忘记 别去做那些 妈妈不让他做的事情了 永远 永远 再也不会忘记 故事讲完了 在这里 董燕阿姨有个好消息 要分享给大家 2018年 我们有个新动作 章鱼叔叔 教画画 还会带领小朋友们 做绘本呢 每个周末 在家里就可以跟着学 如果你想报名 找到微信下的二维码 扫一扫 加入我们吧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